高考改变了你的一生吗? 现在人说到高考啊 大部分家长还是非常在意的 因为好比古代的科学考试 那其实还没有那个难度大了 那古代你要知道一考,考一辈子都有 你现在考的老的也有 那是跟自己在压着一口气 你年纪太大了,社会也不会专闻用你 但是古代就不这样 年纪大有年纪大的官 因为都是管理嘛 都是反正有他的事做 那你现在考上了,没有上来当管理的 那是概率很低的 而且市场经济啊 经济时代啊 有多了很多民间的东西 不在乎学历的 所以你说高考真的重要吗? 其实还是很重要 它是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的标杆 因为你到了高考那个年纪 那么有些学习不好的 他就不走上学的路了 我们知道上了大学 其实有的也是叫有你玩四年了 有你玩四年 所以你真正上大学出来 不一定是不一定干你这个相关 或者相关的话 那跟你当时学的也忘得差不多了 也不一样 但是它是一个敲门砖 就你入了行 因为好多人才嘛 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 你怎么选呢? 你又不了解你这个人品能力 你也不知道你背景什么 那当然这是后话了 那就看哪一张纸 包括你自己写上的履历 就看那个证书嘛 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方面 而你过早的接触社会呢 你不管你再聪明 你都是要碰壁的 因为小孩子普遍这个年纪至少 经验不足 还没有发育完全嘛 也就刚刚是骨骼成型 不整个的嘛 也就大概那个年纪刚开始 那骨头还不够坚硬 还比较青涩 需要各种的历练 但坚硬的话 还是这段时间 再沉淀再学习 其实你越年轻 记性越好了 你等年纪大了 只能去理解了 脑子里根本空空的 那出口成章的那些人 都是从小学到大了 你怎么能说没用 你看你学什么嘛 你学的没用呢 你完全是应试教育的 那当然不行 但是说到高考 他还是这一方面 他为了分数 因为你一选大学的时候 职业方向当然固然重要 那你跟你学的 其实就一文一理 你怎么分呢 你不分这个 你也会选嘛 或者有一些都是为了 什么热门啊 选什么完全服从调剂啊 根本就是随机性的 那这种人呢 他当然挡不了 一把手的领导 但他性能可能比较随和 什么都行 这种比较多 那么说来说去 每一个家长都希望 自己孩子学习好 除非南方有一些 更强调什么经济啊 能力啊 好像跟国外有点像 但中国普遍的就不是这样 那你上学能干什么 就是学习嘛 不断成长 不断学嘛 所以这一纸空文 作为敲门砖 是很有用的 甚至你学了什么 那不是光看那个分啊 你抱错了专业方向选的 不对将来也会影响 但是一切的一切 站在最高层面 那老天自由安排 那不是你想怎么样怎么样 你重要不重要 这是你的命 你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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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了 感谢观看